沒有什麼大腦的CPU 再去分給這些事情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其實就很簡單 那我就交給律師 所有現場的 接著朋友們 還有來賓們 還有所有直播前面的觀眾 大家好 我是張文婷 對啊 歡迎張文婷小姐 好 音樂是值得等 而且我覺得 音樂 特別是創作人 我們是需要時間去生活 去感受 然後看到世界的改變 我們才會有故事說 我們並不是任何的什麼 歌曲的音樂工廠 這些全部都是有血有肉 有故事有情感的東西 我們也不想說 所以偏偏給大家 你知道 一首歌這樣子 所以我完全理解 你就繼續享受 這樣子的過程 現在是所有事情 都自己扛 所以就變得是 很想要做到一個 自己覺得對的決定 因為可能助理做 就是覺得 什麼事情都是 可能還是要 確定 確定 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 是很辛苦 但是我覺得 就是 這個過程 整個出來之後 自己聽都會覺得 很滿足 很滿意 對 恩萬次吧 每天起來都覺得 好想死啊 真的是很 就是覺得 每天早上起來都覺得 就是 祈禱給我多一點力量這樣子 因為要做好多的決定 然後還有很多的 體力要去做 去做 所以就是 真的就是深心的考驗 過去不管發生的是 什麼樣子的過程 結局不管是怎麼樣 但是重點是 我永遠不會後悔 曾經很深愛過 的這個過程 所以其實我覺得 恩 應該在這樣專輯裡面 其實也可以找到 這樣子的主題 這樣 就是 這一個 我 這個我 在這個此時此刻 對於我生命 一直到現在 發生什麼事情的一個 一個 一個 看法和感受 對 所以 那當然 就是 永遠這首歌是其中一個 面向的 之前的不起訴 在意之後 駁回 重慎 對 重慎 那妳已經在意完了 在意完了 就是雙方都已經要重兵了嗎 應該是說最高檢察官那邊在意 就是在意通過了 然後現在在重慎 對 就是在等待 但是我覺得這都是一個 漫長的過程 但是我覺得就是 這都交給律師 這個我可能就 我們可能比較沒有 石頭 沒有什麼大腦的CPU 再去分給這些事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其實就很簡單 那我就交給律師 我已經三年沒有那個感情 有禱告過 有禱告過就是現在就這樣子 這樣 那禱告是要列出條件嗎 可能還是要列出一點條件 有 有 有列沒列其實都可以 我以前曾經有列過很多過 曾經 可是呢 那一段關係也是 不大好 對 有找到 真的是 你禱告什麼 真的會找到什麼樣子 所以我後來發現我少禱告的幾項 我就發現那幾項是太關鍵的東西 然後就是 所以那段就是不行這樣子